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导员 看咱这民宿不少 对 这边民宿很多 全岛差不多有五六十家吧 这边现在旅游业还是比较清省的 主要是2014年韩韩那个后悔无期点播出以后 然后好多游客就到这边来旅游 然后之前 14年之前的话本岛居民都搬出去了 1415年之后的话他们都陆续搬回来 然后把自己的房子改建成民宿或者酒店 现在这边的话淡季周末平均的话 也能一天有200个游客左右 忘记的话可能会达到六七百 2014年电影《后悔无期》的上映 让这座远离祖国大陆的小岛成了热门旅游地 记者本以为首岛官兵应该守着一份孤独与寂寞 没想到守的却是一份繁华与喧嚣 那对咱这个首岛官兵来说有影响 这个还好 即使这个岛上或者下面再怎么繁华的话 我们上面还是一样的安静 这边就到我们营区了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营区 到了的话先把行李放在车上吧 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 今天坐船过来风浪表达已经辛苦了 好 五十多年前 一首《战事第二故乡》唱出了东福山岛的艰苦生活 五十多年后 一部电影让这里成了旅游景点 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东福山岛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岛官兵的工作和生活又是什么样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东方楼 《战事第二故乡》这首歌是在那个营房里写的吗 是在以前的老旧营房写的 在那边 一会儿可以找人带你去看一下 那那个营房现在还在吗 在在的 我们站里有一个一级军事长范正军 在这个岛上待了将近快三十年了 他对站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熟悉的 他应该带着我们保养窗户 范班长 到 这个窗户大概有多长时间弄好 快了快了 大概四五分钟 马上就好了 一会儿带我们记者同志去那个老旧营房看一下 好的好的 记者发现范正军修里的窗户并没有生锈 而且窗户表层的防锈期都是完好的 那么他究竟在修什么呢 我看这也没修啊 我们建设这个窗户 这里面建设这个里面滑轮 为啥不把他这个窗户拆下来 到那个滑轮呢 窗户现在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冬季的时候风大 秋季的时候还有台风 因为这个窗户 吹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响 容易掉下去 像以前就掉下去过一次 很危险 这个安全严重很大 原来 为了更好的监测海面情况 海军雷达站 并没有建在被风坡上 而是建在了迎风的山顶 东福山岛本来风就大 再加上没有太多的遮挡 大风直吹营区 如果不把窗户固定好 随时都有安全隐患 很危险的 加上了这个东西 这个把它打了一些螺丝 把它固定 就对我们这个 拆这个窗户的话 才是带来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 自己想办法这样把它除锈 打黄油 这样的话 尽这大的能力把它搞好 以后怎么让它开 然后再加上 一下 都可以 那么 想变 那个 这 是